Hello大家好,我是阿丽 今天我们要来玩的是久违的不对劲系列 这款游戏的名字叫《蘑菇绿洲》 我将作为一个社畜,深入森林之中 在机缘巧合之下,遇到一位长相奇怪的绿皮小哥 当然了,这一段奇妙的觊觎,肯定是不会那么简单的 游戏开始,我呢作为一个社畜,养了一只猫,作为陪伴 某一天,猫不见了,我就怀疑它是跑到了森林里面 于是在一个周末,我孤身前往森林深处,想要找到我的小猫 森林之中的树木长得都差不多,我也是按照套路成功的迷路了 时间来到傍晚,我是又累又饿,一个不小心的踩到了一片蘑菇 蘑菇喷出的包子雾气让我是一阵咳嗽 顺便还在蘑菇丛中发现了我家猫咪的项圈 很奇怪,这个项圈为什么会落在这里呢 正当我摸不着头脑的时候,我只觉得一阵骚痒,又伴随着一阵刺痛 然后我就晕了,直接倒在了地上 哦不,可爱的小东西,以森林之意愿你安息 哎不对,人类,你怎么会跑到这儿来呢,我不能把你留在这儿 我醒了过来,这里是一间小屋,有人把我放在床上,还给我盖了被子 我感觉到有人靠近,于是决定一郎假妹 哦,萤火虫,我知道你已经醒了 我睁开了眼睛,眼前出现的是一个头上长脚的绿皮小哥 他居然还叫我萤火虫,这是什么奇怪的爱称吗 你醒了,太好了 小哥抓着我的下巴,给我喂了一杯甜甜的饮料 此时的我还动不了,不过喝着喝着我就做起来了,非常的奇怪 你感觉怎么样,好多了,谢谢你 哦,我喜欢你的声音,我已经很久没跟人说过话了 更别说你讲话这么好听 我观察了一下他的小屋,里面摆满了各种木质家具,非常的温馨 屋子里到处都是编织品,看来他的爱好就是织毛线了 他脱下了帽子,露出了鸡脚和耳朵,他们实在是有些吸引眼球 原来他叫Michael,他就这么顶着我,左耳微微地抽动着 诶,你看起来有点,丑吗 小哥还是比较幽默的,我就有些不知道说啥好了 诶,我这应该算是皮肤病了,按你们人类的说法 他的话语不太自信,那鸡脚和耳朵他也无法解释 所以你的这些东西是在cosplay吧 啊,嗯,是的,是cosplay 我还是不太相信,但小哥突然就开始发工了 我感觉到一阵电波传来 听着,我只是一个独自生活在森林里的人 你不要再担心了,好吗 不知为何,我似乎是被他影响了 直接相信了他的说法,没有任何怀疑 我们聊回了我来这里的目的,是要找到我的小猫 你,很关心你的猫吗? 为了一只猫,你甘愿泪倒在森林的深处? 我表示,我就是这么爱猫 那是我最在乎的伙伴 小哥听到我的回答,估计是觉得我很善良 于是放松了下来 像你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呀 我想我开始喜欢你了 他的笑容更加的灿烂 却让我觉得有些不对劲 他露出了太多的牙齿 表情也很僵硬 他告诉我,我是泪倒在森林里 但我明明记得,我是踩到蘑菇才晕倒的 此时,他抓住了我的肩膀,僵在了原地 显得非常紧张 啊,你别管他了 你是,中暑了 你还美好呢 如果不是我找到了你,你会被熊吃掉的 奇怪的电波又一次传来 我开始相信,森林里面确实充满了危险 我也是中暑才晕倒的,我不应该怀疑他 小哥开心的笑了 我能感受到在他刘海之下那炙热的眼神 我有些头皮发麻,表示想要回家了 小哥却直接跳了起来 不,你不能 我不能让你在森林里面游荡,时间太晚了 说着,他把我拉到厨房里,邀请我共进晚餐 此时,选项出现 我们先选择,不吃饭,我要回家 小哥沉默了 他紧握着我的手,然后逐渐松开 你,确定吗 我们坚定回家的信念 小哥的耳朵直接搭了下来 好吧,我带你出去 我向他问明了方向,踏上了回家的路 走了一会儿,我再次感觉到迷茫 我理应感到害怕的 但这森林里的黑暗,却让我很是安心 我的身体不由自主地来到了某个特别的地方 这就是我之前采到的蘑菇 我一直都想回到这里 我躺到了泥土里面,闭上了眼睛 第二天,小哥来到这里 而这里,已经不见了我的踪影 森林已经把你占为己有 我也无能为力了 真希望我能早点找到你 睡个好觉吧 所以,是之前被我吸入的蘑菇包子 把我吸引到了这里 我应该是和我的小猫一样 被森林所占据 变成了一朵小蘑菇 我们获得了结局一 平静的睡眠 那么这一次 我们就回到这里 选择跟他共进晚餐 小哥的手艺很是不错 一份蔬菜盖浇饭 看得我是食指大动 他也在我的对面坐了下来 就这么看着我狼吞虎咽 嘴角微微上扬 我问起他 为什么会独自生活在森林里 哎,当你长得像我一样的时候 远离别人的视线 会更方便一些 那确实 你小哥这种长相 很容易就会被当成异类 为什么你不试试这杯茶呢 小哥转移了这个尴尬的话题 我也决定顺坡下驴 但是我一个不小心 把茶杯给喷了下去 我赶紧去接 却发现 一根长长的绿色物体 牢牢地固定住了杯子 连一滴都没撒出来 这根东西 来自于小哥的身体中后偏下部位 不知为何 总感觉是有些瑟瑟的 当然 这并不是什么奇怪的物体 只是小哥的尾巴罢了 小哥就这么捂着脸 尾巴垂了下来 很是沮丧 对不起 我想 是时候该坦白了 他抬起了头 拨开了头发 露出了他的眼睛 他的四只眼睛看了我一眼 然后迅速移开了目光 我知道这很难接受 但 这就是真正的我 我们直接先选择惊吓过度 妖怪 听到这一句话 他的瞳孔瞬间变得细长 你这个怪物 我直接夺门而出 想要赶紧离开这里 小哥跟了出来 他站在门边 小心翼翼地举起双手 冷静 求你了 让我解释 你离我远点 我抄起了他用来编织的毛衣针 进行防御 小哥的电波又一次传了过来 你不会这么做的 你会伤到自己的 放下那些东西 但我们选择不理他 直接切他中路 他直接被我刺穿胸膛 躺倒在地 我 我看不见你 但没关系 我知道 你能听到我 他吃力地笑了笑 你知道的 我很孤单 当你出现的时候 我很高兴 我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 你真的讨厌我的样子吗 他哭笑着 嘴角渗出了一点鲜血 也许 这就是命运吧 至少 在我死的时候 并不孤单 再见了 他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瞳孔涣 我们获得了结局二 你这个怪物 这个孤单的小哥 还真是挺可怜的 看起来也没什么恶意 所以我们回到对峙环节 这次选择听听他怎么说 听我说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你他良得离我远点 让我走吧 我不想靠近你 小哥十分的沮丧 垂下双手紧握成拳 好吧 我放你走 只是 他尖叫着 用手臂抱住了我 我所能做的 就是在他怀里不断扭动 我感觉到有什么东西 把我的腿捆得紧紧的 他抓住了我的下巴 迫使我去看他的脸 安静 小哥又开始了 他的思维控制 我停止了挣扎 只能看着他 他的笑容是如此的疯狂 现在我抓到你了 你会没事的 一切都会好的 我认同了他的说法 我有什么好担心的 这就是我最亲爱的朋友啊 他就是我所需要的一切 小哥很是高兴 笑着笑着就哭了 我得不到真正的你 但如果能留下你 我可以假装 你跟你最要好的朋友 住在森林里 你爱他 他也爱你 你没有工作 没有猫 也从来没有离开过这片森林 我们获得了结局三 过家家 这个人畜无害的小哥 原来也有如此疯癖的一面 这样的眼神和表情 你别说还真带感 最后 我们回到他露出真面目这里 这一次我就不害怕了 选择保持冷静 看着他这么难过 我决定安慰一下 我 我不害怕 他的瞳孔装得大大的 像是一只兴奋的野猫 好吧 还是有一点点害怕的 啊 对不起 小哥用盘子挡住了脸 双肩微微颤抖 这样会好一点吗 我觉得 这个举动还怪可爱的 我把他的盘子拿了下来 就这么盯着他看 你别这么看着我 哦 对不起 我只是被你的眼睛迷住了 我接下了他尾巴上的杯子 继续吃起了饭 你真的 可以吗 和我待在一起 我看着他 默默地欣赏着他的一切 他的肤色 触角 尾巴 当然还有眼睛 嗯 确实是很难习惯 但我可以学着喜欢他们呀 我觉得 他的长相非常的独特 你的外表并不重要 你对我一直都很好 看得出来 你是一个好人 小哥笑了起来 我会永远记住这一刻的 我们随意地聊着天 把饭吃完 还一起洗了碗 其乐融融 吃完了饭 他让我睡在床上 而我则表示 明天一早我就离开 小哥又一次沮丧了 默默地盯着地板 尾巴轻轻地摆动着 好的 明早我送你回家 我松了一口气 谢谢你 明早再见 小哥高兴了起来 在火炉边打起了地铺 我一直看着他的尾巴 他落了出来 在外面晃来晃去 就像一只小猫一样 听着火炉里的琵琶声 我渐渐地沉入了梦乡 晚安 这就是这款游戏的第一天了 当然这也是好结局 这款游戏 目前还处在demo阶段 所以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 不管是变成蘑菇 还是把它干掉 又或者是被它控制 都只能算是坏结局 而在跟它成为朋友之后 不知道后面又会发生什么 真是让人十分的期待 只不过我的小猫 估计是已经打出积极了 只有猫咪受伤的世界 达成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喜欢的话 记得订阅按赞 谢谢支持 那么我是阿力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